我們今天要來聊燈光 一盞我很想推薦給大家 但是又怕你們買了會來打我的爵士好燈 嘿大家好 我是無印象West的 沒有錯 我們要來聊燈光 我去年一共買了兩盞的智雲的X100 跟一盞的G200 那X100之前已經聊過了 超讚的 而我們今天要聊一聊 智雲的X100的老大哥 G200 一盞我又愛又恨的燈 我們先來聊一下我喜歡它哪些優點 第一個外型 真的很小 它非常符合我們拍攝婚禮所能帶出去的大小 我們比對一下200X 這個是G200 然後它的燈體跟控制器它是分開的 合起來就這樣子而已 這是愛圖式的艾蒙拉200X 然後看一下大小 一樣都是200W 然後200X它的體積就比較大 因為它的控制器是跟燈體合在一起 然後燈體跟控制器它分開的是我很滿意的一個點 比較高階的燈光 控制器都會跟燈體分開 因為一來比較好控制 主要是因為燈光一定架在上面 控制器把它放在下面 然後我們需要調整任何的參數的時候 直接就調整就好了 如果像這種 愛蒙拉200 它的控制器是在燈體上面 如果我們架上去了 我們要調整參數 我們要把它降下來 調整好再拉上去 不然的話就是用手機APP 可是你知道我們在婚禮的拍攝現場 通常很難有時間 去讓你好好的使用APP 因為太亮 趕快降下來 調一調趕快拉上去 手機跟燈的連線還是需要時間 然後再加上有時候甚至會連不上 還滿氣人的 所以直接拉下來 調一調再拉回去比較快 可是這樣子一來一往就會浪費很多時間 所以我喜歡這樣子的設計 然後二來呢 燈體會變輕 你看燈體 就只剩下這樣子 然後架在上面 也比較不容易倒 可是講到控制器啊 每一家廠商的控制器都做得好大 很難帶出門啊 所以它的控制器只有這樣子 我真的覺得很棒喔 300瓦的超頻使用 這一點我覺得更讚 200瓦可以推到300瓦 然後我們直接來比較一下 同樣為200瓦的 愛圖士艾蒙拉的200X 跟志云的G200的比較 可以先看到 G200的中心更亮 可是200X打出來的光線比較均勻 然後我們來開啟超頻 它最亮是來到攝溫4300 所以你每次一打開 它就直接停在4300 然後我們把它攝溫調整到一樣的5600 然後它會稍微的變暗 但是我覺得 比對一下南光的FS300B 它是100% 以中間亮度來說 G200更亮 然後真正的300瓦 光打出來是更均勻的 但是我覺得G200的超頻到300 我覺得很可以了 那我們同時也比對一下 不同產牌的發射 可能會發現 志云它其實是偏紅的 那這一點如果 有燈光要混用的人要注意 那我都是混用啦 因為我覺得還好 它有一個別人沒有的特效 然後它直接在控制器就可以操作 不用進手機APP 就是所謂的音樂模式 然後你只要長按 就是改變聲音溫的那顆鈕 然後它就會啟動音樂模式 然後它會隨著音樂的節奏 來調整它的處理 還蠻好玩的 但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要用 風扇超小聲 你在使用的時候 尤其是安靜的訪談現場 你幾乎聽不到 好我們來做開機的動作喔 打開 它就瞬間亮起來 它沒有什麼延遲啦 然後我們來聽一下風扇的聲音 很小聲 很小聲 那我們把 超頻打開 它超頻很簡單啊 就是 這兩顆 一起按 然後就超頻到300 風扇 控制器風扇變大 然後 燈體的聲音也變大了 就差不多這個 這個聲音 但我是還可以接受啦 然後再來我們玩一下特效 我們要把它打開 特效的使用啊 它就是把 調整色溫的這顆鈕長按 然後上面就會顯示 Music模式 你看 我在講話 它就一閃一閃 好再來就是支架的部分 它原廠是號稱它有 180度可使用的角度 我覺得這個也方便啦 因為 很多燈它是沒有辦法做到180 但是它的缺點就是啊 你看它這個旋鈕有夠小的 它沒有辦法像這種 愛圖示啊 人家也是180耶 有沒有 人家也是180 可是它 多了一個這個 比較長的把柄 我覺得這把柄會比較好用一點 以上所有的種種優點啊 我覺得真的都很棒 它是一盞 我真的覺得 我很喜歡的燈 但是 我們要講重點了 為什麼它是一盞 我不大敢推薦給你們的燈光 主要就是因為 它的 保隆卡口的設計 出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通常 保隆卡口是任何品牌 上去就很輕而易舉的 卡卡進去 然後我可以裝在任何品牌上面 可是它 真的 有很大的問題 就是 它原廠的設計啊 我給你們看 就連自己本身的罩子都很緊 看 我必須很粗力的 把它扭進去 然後 要拔下來 一樣要很用力 OK 這個還弄得進去喔 其他的牌子 我幾乎卡不進去 我用過 南光的 柔光照 愛圖4 柔光照 然後跟還有一個台灣的品牌 謝10塊兵器的 柔光照 它的保隆卡口 幾乎沒有辦法上上去 就是我怎麼轉 我都是轉不進去 整個卡死就對了 然後 最後我就是應用啦 然後 拔不下來 你要很用力 很用力才拔得下來 然後關於這一點 我本來以為 OK 我可能是買到公差不好的 等等 就送去正程 結果你知道它給的回饋是什麼嗎 他們公司每一盞燈都是一樣 志云原廠說 就是這麼緊 無解 所以呢 又送回來 沒得休 可是我還是需要柔光照 然後 我本來想說 好吧 那就 直接買志云的柔光照了 已經下單了 可是我本來就有柔光照了 那我為了這一盞燈 雖然我很喜歡它 我還要再去買一個全新的柔光照 我真的覺得有點划不來 然後我就在 在家裡一直思考 奇怪為什麼它會裝不上去 然後最後發現啊 就是 每一排的柔光照 它一定會有光差 就是這一塊 這邊 我發現很多品牌 這一塊 不是平的 都是有點凸凸的 那我就想說 啊不然 我把它磨平好了 我先用砂紙磨 磨不起來 然後最後我發現了 老虎拳 這裡 有磕痕 然後就開始拿起來 一直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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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抹平 雖然也沒有到很平啊 但至少 裝得進去了 不過一樣 還是要出一點點力 但至少 很好裝進去 不然原則上 我是卡都卡不進去了 OK 所以 要買志亂燈的人 特別注意一下 保隆卡口 適不適用 除非你就是買了它 然後再買原廠的裸光照 這應該是就沒有問題 我是沒有試過啦 OK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內容 如果對於志亂燈啊 有任何的問題 都歡迎 隨時跟我說 我會把它留著啦 那甚至 我會把所有的燈光 全部換成這個牌子 不然混用 我覺得還是一個大問題 喜歡我們的影片 也再麻煩 幫你們追蹤 點讚分享喔 我是無影響的WEST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